欢迎收看关键的许可 事从我们今天就讲的 辛卡霍夫卡这个水坝 被炸掉的时候 这代表什么 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不管是乌冠兰或者是俄罗斯 不管是勾或是手 这都代表一个大战的一个前奏 而这个大战 真的已经开始有了眉目了 现在在杂波罗瑞 就看画面 现在看到很多乌军在行动 而且乌军打头阵的 竟然都是暴二坦克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在这个辛卡霍夫卡的水坝 被炸掉之后 大家就说可能 接下来会有一个二战 果然这个二战展开 而且保际我跟你讲 这个二战目前最激烈 在什么地方 刚好就在这个水坝的旁边 的杂波罗瑞 杂波罗瑞现在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现在用西方的装备 开始往前推进 里面有这个德国的鲍二坦克 然后里面有美国的装甲车 然后这样开始往前推进 现在在这个地方 全部是美式装备 对 双方在这个地方基站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这个基站的位置来说 过去24小时在这两个地方 这个是杂波罗瑞 那下面是俄罗斯控制的领域 上面是这个乌克兰控制的领域 这个辛卡霍夫卡的水坝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们往下打 往下打目前为止来说 打得非常激烈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 乌克兰要做什么 他要打这里面一个 托克马克的这个城市 他要从这个地方 打开一个托克马克的轴线 切断乌克兰南边跟东 这个俄罗斯乌南跟乌东的 这个连接线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所以我就讲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对这个俄罗斯来说 守住托克马克 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根据地 所以说从ISW看出来说 他现在已经出现了 两个重要的基站区了 对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也说 我们抵抗了 事实上没有错 乌克兰虽然有这个西方的装备 但是的确双方在这个地方 俄罗斯也摆出了精锐部队 跟他在这边互相开火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是打应战的时刻 当然 而且刚才讲 老婆我们看这张图就看清楚 现在从萨波罗热开始进攻 从萨波罗热开始进攻 从奥西里浮衬 这个地方往下打 打下了托克马克了以后 刚才讲我就整个切开 切开干嘛 有两个关键点 我把马力波 美利托波尔 我整个切开 切开了以后 我正常讲的 别尔江斯克这些地方 我就可以把你给进攻了 对 没错 事实上这是 这个金融时报的 这个报道里面来说 你看反攻进攻时呢 乌克兰把西方的坦克 投入战车 而且事实上 投入战场 而且现在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用了这个西方装备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员 看起来都已经训练好了 准备要进攻 那我刚才讲 他要打开这个托克马克嘛 我刚才讲 这个大坝就在这个位置嘛 对不对 他们往南打 往南打的话 打开这个托克马克 这个轴线打出来之后 切断 你看完全假设这一边 被这个乌克兰占领之后 就切断了梅利托波尔 还有马力波 还有别尔江斯克这边 这边是乌南 然后连接了 包括说就是 这个所谓克里米亚 这边是乌东 然后连接顿内兹克跟卢干斯克 所以等于切开之后 俄罗斯整个两边作战的 这个压力会更大 你说首尾不能呼应 对 所以现在就是俄罗斯 一定要守到这个地方 所以根据目前媒体报导 就是说 他们之前不是silence吗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进攻 那进攻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就说 按照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来说 乌克兰至少出动 12台装甲车 然后还有非常多就是爆二坦克 还有多辆美国生产的 M113的这个装甲运兵车 他说现在的确 前线看到的都是美制的装备 或是德国的装备在这个地方 他说事实上 没有错 他们在打的时候 俄罗斯也弄这个真正的武力 在那边打 而且他说 过了很多地雷 对 而且他说第一次出现他们 他们的确西方媒体有报导的时候 至少有一辆爆二坦克 被毁坏或是摧毁 这么激烈 对 这是乌克兰第一次在这个地方 失去所谓爆氏坦克 所以看起来的话 我们都一直在讲 之前的这个坦克大战 是俄罗斯碾压这个乌克兰 这一次的坦克炸弹可能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的装备跟美式或西方的装备 真的在乌南战场上面 要打开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ISW的参业提到说 这是一场应战 你刚才讲的 而且这一次乌克兰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攻击 也有一些伤亡 可没有办法 现在我就是用打应战的方式 就像这个淮海战役里面 当时邓小平讲 我们要把这个硬满头给吞下去 对 因为这个 这个轴线打开之后 切断乌南跟乌东之后 这个对乌克兰说太重要 俄罗斯也清楚 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平原上面 进行一个大对抗 这是什么 两边互相开炮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T-80的军队 开始在平原上面开炮 跟这个乌克兰的双方在那边 互相对打的这个状况 就被想想到最后 这个T-80的坦克 被摧毁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说 T-80坦克开了几炮之后 后来他自己被摧毁了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坦克大决战开始了 对 好 那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作战里面来说 我们不是说 这个西方媒体说 有12个突击地吗 这一次有一个叫 第74的空降旅的这个炮兵团 他们现在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用所谓的空降的目标 这个是什么 这是俄罗斯的这二西三的 这个相思自走炮 他们在上面来说 丢了相关的炸弹之后 就把他摧毁了一个状况 对 把他摧毁了一个状况 甚至他们还出这种 我们看到 这个乌克兰公布的 这个机种是无人机的这个 新的这个机种 他就说他们用这个 在杂波罗的用这种高效的方式 突击了这个 灭了这个三台 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两台的这个步兵车 还有一个弹药库的这个状况 甚至他们还说 他们在杂波罗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军营之后 结果你看 他们就利用所谓的炮兵 或是平面的这个武器 还有空中的武器 对你进行一个这个攻击 他说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 有俄罗斯装备的地方 大概损失了100个人 还有大量的这个装备 所以现在整个在乌南战场上面 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 甚至这个画面是 乌克兰军队俘虏了 杂波罗勒的 俄军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还有装甲车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双方的二战 已经不是过去在乌东 现在在杂波罗勒这一带 双方可以说你看 精锐部队都进出 要准备进行一个 大决战的这个状况 而且乌总 我其实之前讲过 整个乌克兰那么大 如果你是在一个两个村庄 那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要干嘛 摧毁敌人的有胜力量 你就把相似自走炮 你把相似自走炮打掉的时候 你看那样的一个大量的火花 那样的一个 主要爆炸的威力 代表你是整个弹药库 整个弹药库都被我摧毁了 事实上双方现在目前为止 都找对方最有价值 像这个乌克兰就 推毁你的T80的坦克 包括说像这个自走炮 我把你摧毁掉 好 那这样 俄罗斯当然也不是省油灯 他现在说什么 他就说我们看到你这个 你看这是乌克兰的 这个军队里面的爆二坦克 这是爆二坦克 挂上乌克兰的旗子了 这是在乌南战场上面拍到的画面 你看拍到这个画面 而且你看他们俄罗斯在说 你看我们摧毁了你一台爆二坦克 整个画面出来 不过俄罗斯不是这样说 俄罗斯是说什么 俄罗斯的官方说 我们这个少医谷说 我们俄罗斯跟乌克兰 过去三天相当的伤亡惨重 我说我们俄罗斯一共击退了 乌克兰多次的攻击 我们剿灭了你3700多人 还有毁了50多辆坦克 50多辆坦克 没错 然后他说什么 我们出动什么 我们用这个空天军的这个卡52 还有米28的武装直升机 用反坦克飞弹不断的攻击你 他说有多量的这个爆四坦克 变成这种俄罗斯的目标 我们就要摧毁你 然后他说他罕见的说 我们俄罗斯这一次 也有71个军人死亡 200亿个人受伤 然后损失了15辆坦克 9辆这个战兵 这个所谓步兵战车 两辆汽车还有九门大半 讲的好像是真的 那他当然之后就有一个影片 人家就说你真的摧毁了这个 给我看影片的 好 结果他就说你看 我们这种卡52的直升机上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用这样 目标锁定之后 我们就摧毁 我们把你爆额坦克摧毁了 我们摧毁了 你看锁定目标 这个是卡52的直升机 还有这个米28的系列的直升机 你看锁定这个 144爆额坦克之后 然后就直接把你摧毁掉的一个状况 他公布了非常多画面 还有锁定非常多台的这个画面 这样的一个状况 结果保洁人知道 这样的这段影片大家远远一看 你就觉得好像 你看飞弹飞出去 好像好像真的是 这个爆额坦克的这个样子 但后来相关的人士仔细去验证 那是什么东西 发现不是 根本就不是爆额坦克 就是说你看这个画面 你看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近拍 跟这个 是不是看起来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整个机型 结构轮胎什么都很像 那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联合 他们的收割机 还有路牌的 这个所谓自走的喷雾机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是农具 他们等于是说 是不是被人家抓包说 你是不是用这个大内宣啊 你是不是自己拿了一些所谓的 仪式看起来很像是 这个爆额坦克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农具 那你自己在那边摧毁 然后就宣传说 我打了好多这个爆额坦克 所以现在被人家觉得说 你该不会是 俄罗斯国务部自己在壮胆 说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干掉了好多台爆额坦克 但是好像大内宣是出包的状况 另外就是 辛卡霍夫卡这个水坝 到底谁炸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互相指质对抗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就是什么 现在本来俄罗斯在这个新的 地铁博河旁边 我有很多的攻势 我有壕沟 我有龙牙的路障 我有反战的这个战壕 结果呢 这个大水一淹过去的时候 我的坦克的壕沟 我的混泥土的龙牙的路障 我的防御的战壕 全部都被大水冲垮了 现在目前为止 反而是俄罗斯方面非常担心 这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战略跟技术的分析 这个分析师叫巴拉巴诺夫 他说什么 他说现在如果真的这个水退去之后 反而乌克兰人会占优势 为什么他说乌克兰人会占优势呢 因为他说以前地铁博河水比较深 那现在呢 因为水退去之后会变得比较浅 他们要度过来的话会比较快 你以为他说什么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双方沿着这个地铁博河 你有你的防御公司 我也有我的防御公司 结果防御公司呢 俄罗斯的时候第一阶段是反坦克 因为怕你坦克过来 然后我还有什么火凝土的这个 龙牙路上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防御的这个战好 人员在这个地方 等于用三个阶段这样阻碍你 就像这个水坝一冲下来之后 我之前不是讲了吗 这个水坝在乌克兰那边是高的 在俄罗斯这边低的 所以把他们冲毁了 很多 俄罗斯冲毁了 很多我们原本的这个设施 搞不好受到冲毁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画面来说 乌克兰并没有因为这个地内部 水位上涨或是整个河面变宽 他就停止攻击 现在还有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这个 他的装甲运兵车呢 渡过河流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他目前 还是继续在渡过河流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甚至还有什么 我要渡河的时候 这雨就跳到 跳到我的装甲车上面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什么 这还有说乌克兰呢 还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赫尔松目前为止 是乌南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他们在这个地方 不断的炮轰俄罗斯的这个炮阵的这个阵地 所以大家事实上 现在双方在等什么 双方在等什么 乌克兰的这个装备过去之后 你看英国没 英国国防部都说得非常清楚 不是只有金融时报这样说 他的说法是说 乌克兰在目前为止掌握主导权 而且北约的武器 让乌克兰确实的这个推进了 你看这是英格兰的 这个他们的国防报告里面 他的国防报告是说 前线的多个区域 能够继续激烈的战斗 但是在大部分的区域里面 乌克兰掌握的这个主动 虽然说俄罗斯要面临的 尽快进攻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办法进攻 另外一个 他说辛卡霍夫卡 这个塌的时候 下游的这个水位继续上升 但是可能会让 这个在2020年6月8号就开始消退 炮击可能使得淹没地区 流离世所的平民 一些变得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6月8号之后 搞不好乌克兰的军队 更是会往前进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 事实上为什么他说北约的武器呢 除了鲍尔坦克 还有这个美式的装甲车之外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这个乌克兰用作为暴风之营 他目前为止用远目标 他在攻击什么 攻击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设施 这是什么 这是在卢甘斯克的这个相关的地方 被攻击到他们俄罗斯军队的这个设施 另外他又用所谓海马式攻击 所以等于说他现在 完全在前线 空中有风暴之营 前线的作战 下面有海马式 对前线的作战上面来说 全部都是用西方的装备 跟你俄罗斯在进行一个 搏斗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董事长 你今天就讲了 现在已经不是说占领土地了 现在是要击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而且看起来 我是从杂波罗热一直下来 我要打穿一个通道 把你的乌东跟乌南 彻底的切开来 今天杂波罗热这个攻击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攻击 但是它也很有意思的 所有的乌军接到的命令 认为说要发动一个 总攻击的开始 所以他现在今天有人在这个 在这个他这个脸书上面写出来了 对 写一个英文 说Tonight Tonight The night of the night 这句话是谁写的你知道吧 这是美军的101师的空降师 到法国空降师前夕上飞机前的指挥官 一个叫Robert上校写的 对 准备要在101师你知道 对 在天下第一师 对 天下第一师 到二次大战 在法国要 在法国空降 上飞机前 也就是我要在德国后面建立太头报 所以他们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 非常传奇的连长 文斯特 公无不克 是 所以他们今天就把他用了这句话 拿来作为他们乌克兰军队的话 就是说今天是这个万业之业 就要准备发动攻击 所以扎波罗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攻击 但是这里面写这 现在还有亚述营的军队 通通在这个里面 亚述营也来了 他们分了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攻击点 其实他目前还在做什么 还在探测俄罗斯的部队的虚实 他你的防御的虚实的到底有多么的坚实 有空挡的话 他们就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其实他今天 你看他给你看到做宣传 鲍尔坦克给你看到了 俄罗斯反宣传讲 我们把鲍尔坦克炸掉了 其实完全没有照片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他大概有三到四个据点 在做不同的探测型的攻击 探测型的攻击 在炮的战斗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有没有做出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负 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天的战争 还是在为了下面在探测 准备对俄罗斯的主要力量 做更大规模的一个准备 我们在战争里面攻防收紧 攻击防御搜索警戒 尖兵 等于说我现在是尖兵阶段 其实尖兵阶段是最惨烈的 因为尖兵机的作战 是两边的部队开始 等于说正面对齐的 对但是规模来讲的话 都不是非常大的规模 所以我刚刚讲了 至于说坦克投入战场之后 当然现在西方就是开始在做广告了 鲍二坦克的这种战力 确实是赢苏式坦克赢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们不断地在德国也在做这个广告 所以这个鲍二坦克的 等于展露头角之后 在欧洲对德国人来讲的话 是很大一个鼓舞 也就是后续的军火的销售等等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个还是出奇 因为我们记得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什么关键 他不是美军已经同意给他F-16了吗 给了 同意拨付F-16 F-16有几个国家 也准备要拨付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美军的这个总部也说明 都大概四个月的训练期 就可以让乌克兰的空军 能够掌握 能够接收这个装备 能够发挥战力嘛 对不对 今天哲伦斯基 他的主组型越来越强了嘛 他们跟美国英国的关系越来越好嘛 所以这个战争的形态上来讲的话 虽然我们看到战区是发生 所谓的中型的战斗 但是是不是决战 我觉得还要再看 好 因为刚才讲的 最近最大的变化就是 辛卡霍夫卡的水吧被炸掉 炸掉了以后 今天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当然不知道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 还在互相的指测 可是俄罗斯在地涅伯河里面 你的龙牙 你的壕沟 你的战壕 全部都被水冲垮了吗 对 的确是在这个地涅伯河的东岸 其实影响是最大 而且就是所谓的俄罗斯的占领区 的影响是最大 因为我们知道 下游总共四万多人受到影响 但是俄罗斯那边 大概只有一万四千人 在乌克兰那边只有一万四千人 那俄罗斯那边 大概加近两万五千人 那再加上它的防御公司 一个一个这样子被大水冲回之后 这其实来讲的话 真的洪水退了之后 极确是被乌克兰有利 今天乌克兰的国防部 他们又放出一个讯息说 他们有接收到 接定到两个俄罗斯的士兵 他们在通话的过程当中 有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炸的 就是俄罗斯自己炸的 这是乌克兰又放出了这样一个讯息 那说什么 就是说这不是乌克兰炸的 这是俄罗斯他们自己 派出一个小组 把这个水坝把它炸掉 所以这显然来讲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用了很多战术 战场上的很多战术 耳于我炸的战术 这个基本上都是 一般来讲 我们在二战的时候 其实都看得到 那我再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炸水坝时间是在6月6号凌晨 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 诺曼蒂登陆的时间点 1944年的6月6号 就是清晨的时候 就是诺曼蒂登陆 那刚好这时间也太巧合吧 我用诺曼蒂登陆的 6月6号的凌晨 然后我用101空降 因为101空降是成名之作 就是诺曼蒂登陆 就是整个降落在敌人的后包 然后呢 9 and the night 就是万业之业 难怪乌克兰叫大家 不要讲话 因为这是秘密 那什么秘密 在1944年曾经干过的一些好事 现在来讲的话 重新再干一次 那等于说什么意思 叫绝地大反攻 只不过现在可能都在测试什么 真的董事长讲的 就是说 俄罗斯那边的防御公司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你现在来讲的话 比如说下游 大家说这个地雷到处乱飘 你也不晓得到处飘哪里去 但是说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方面好像也没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告诉全世界说 他们本来要怎么在防御了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你看 因为他们在看乌克兰的军队 到底要怎么打这个战胜 到底是要刚刚提到的 直接切断 把乌东乌南整个切断的补给线 还是说 他会从这个所谓的赫尔松这边 直接下面进攻 等到洪水退的时候 下面进攻 那都在等乌克兰出招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俄罗斯那边可能拿不定主意 要看乌克兰怎么做这件事情 然后乌克兰又要等什么 要等西方国家给他的空优 是不是完全到位 不是只有地面部队而已 在空优部分就会到位 他才会往前大迈进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这个水坝 可能炸就是一个时间点 是一个起点 那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1944年 6月6号洛曼西登陆之后 也大概打了几个月之后 战争才最后再结束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这可能还有几个月要打 但是事实上 的确是一个反转的一个起点 那如果从这个情况 再以类推来讲的话 那俄罗斯这边来讲 他的防御的阵线 以及防御公司 以及他的士气 显然逐渐的被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消化掉了 好 瑞德 刚刚讲在这个世界上 有天灾 有人祸 刚刚讲现在这个战争 当然是人祸 但有一个天灾 把我吓死了 连美国都无能为力 加拿大的山火 居然已经完全影响到美国了 那么你会说 为什么加拿大的山火 会影响到美国 美国总共加起来 有一亿多人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山火 所带来的那个雾霾 就往美国 往南方的美国 整个飘过来 这是纽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纽约 橘色的 你知道吗 通常我们以前讲到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 沙尘暴 对不对 可问题是 这个是美国 这是美国最严重的时候 那么包括自由女神 全部都在橘色的这个里面 那严重的情况 到什么样的情况 到纽约 纽约州的州长直接发100万个N95的口罩给市民 然后跟他们讲说 你们能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 出去一定要带这个N95口罩啊 你就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样的 这么严重就用N95了 对 没有错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附近 也就是在美国 那个跟这个加拿大的边境呢 大概有160几个 160几处的这个山火不断在烧啊 那么加拿大的消防队员 那么目前能够对付的 大概只有40几个地方 那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这么多个地方 100多个地方在烧 那它烧了以后 烧了以后 它的这个相关的灰烬 是不是就往这个南漂嘛 对 因为风向的关系 所以它是往南漂 往南漂以后就漂到 美国境内里面来了嘛 所以美国反而 美国自己本身并不是这个山火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地方 加州哪里平常都会有山火 但这次完全跟美国没有关系 这次完全是因为 加拿大的山火呢 它烧太多地方 不过宝洁你 我刚刚讲的 不是160几个地方吗 那你知不知道 整个加拿大现在有多少地方 是在山火 400多个地方 400多个地方 整个加拿大如果你掀开 地球上面的这个加拿大以后 加拿大现在是遍地风火 它有400多个地方 所以它的消防队员 这已经远远地超过那个 加拿大的消防队员 所能够这个掌控的这个 难为我产生这么多灰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山火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它烧树木 然后呢它烧建筑物 它可以所烧 你那个车子如果靠近的话 你不要以为车子一定要完全 那么接近被火烧到才会烧 然后才会爆炸 不是的 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高 那个燃烧的温度有时候会超过 甚至于摄氏1000多度以上 所以那非常可怕的嘛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包括美国的 像这个美国的那个消防队员 南非的消防队员 跟欧盟的消防队员 全世界在印度啊 很多地方空气很不好嘛 现在全世界主要城市 空气最不好的第一名是纽约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山火 你就知道就因为这个山火 有多可怕 这个山火真的很可怕 那么如果你这个 等于说采访过山火的话呢 有时候他们还会 屁那个防火象等等嘛 那个山火一下子过来 对不对 一个不小心 这些这个消防队员 很可能卷入这山火里面 他们就活活被烧死 还有它的那个空气 它那个旁边的那个温度啊 会让你整个那个头 全部都被变成烧焦了 所以你现在在纽约 还戴口罩了 对没有错 那你就知道 本来因为COVID-19 已经不需要戴口罩 结果现在美国纽约 到处大家都戴起这个口罩啊 其实这个山火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不是开始了 开始不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吗 最近36度 37度很多了吗 其实啊 除了美国纽约的这个山火之外呢 在包括中俄大陆的广西等地 他们那个广西的济南啊 他们的温度动不动就呛高到快接近40度这样子啊 就是那个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过去啊 过去很多的画面告诉你 那个有些地方那个薄油有没有 薄油不仅那个稻子会烤 烤坏 你那个薄油你现在经过是什么 它的轮胎都会沾到薄油 为什么 因为薄油烤到熟了 化掉了 过去台湾也曾经发生过那个高温 那个温度非常的高 尤其在正中午的时候 所以造成薄油融化 融化以后呢 那么你车辆经过的时候 很容易打滑 而且你的轮胎会沾到薄油很危险 一个不小心还会 还会这个等于说整个用车子撞到嘛 那有的时候严重严重所及啊 你知道在这个广西啦 还有包括在越南这些地方 他们现在温度都非常高的地方 还会发生一件事 汽车会自燃 也就是包括你自己在行驶中的汽车 或者是停放在路边的汽车 你会自己就这样烧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所以像现在这种状况 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影响到经济 为什么 因为越南现在就面临这个状况 很多从中国大陆 那么这个撤退到越南去建厂的一些业者 他们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温度太高太高 用电量激增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分区轮流停电 轮流限电啊 那你就知道 那么包括从三火的大火 一直到现在高温度的结果 最后竟然造成 连越南的经济都大受影响 好 有一个新闻 我不是学经济的 我没有那么想要的感受 你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因为人民币狂变 人民币狂变已经到了7.1464 这很严重吗 对 没错 实际上人民币到目前为止 一直不断的贬值 那为什么一直不断的贬值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经济真的起不来 那在中国内部来说 他们怎么做呢 中国就不断的印钞票 那你知道印钞票印太多 你钱太多 你当然贬值 对美金当然就会贬值 他有外汇管制也没有用 没办法 大家还是能出去的 还是很多人出去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也知道说 它的这个 刺激这个经济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公营啊 中国的五大银行都说 我要下调 所谓人民币的存款利率 就是人家存人民币 我就跟他讲 如果大家印象有深刻的话 在2008、2009年 那时候中国不是来台湾 吸了很多人民币吗 当时的人民币定存 还有到4%到5% 你知道现在人民币定存 一年多少吗 2.05 已经降到现在这个 你知道台湾现在 一年起的定存利率是1.5 现在是台湾跟中国的 人民币的这个定存利率 是一年起是史上最低的 那是代表什么 表示中国的钱太多 烂投顺太多 实际上它的这个 目前起不来的一个状况 我不愿意 代表中国的钱 不愿意消费 也不愿意投资 对 不愿意借贷 所以现在中国 要想办法刺激出来 好 那为什么人民币 一直贬值呢 人民币没有错 在中国本身 它有人民币的这个管制 但是问题 它有一个叫做 离岸人民币 它为了让人民币 变成是所谓国际化 虽然它在香港 新加坡 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交易人民币 问题是 现在外资的 就在那个地方放空你 所以变成是它 现在都一直是 离岸人民币被拘烧 对 离岸人民币 一直在牵引着 在岸人民币 一直往下贬值的这个状况 虽然中国现在很难处理 它怎么办 它如果真的是 要这个让人民币不贬值的话 就只有把离岸人民币封闭 但离岸人民币封闭起来的话 我跟你讲 它就不是国币货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压力很大 就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被这个所谓离岸人民币 牵着让在岸人民币贬值的一个状况 以前我们刚才讲的 以前索罗斯想要狙击港币 对 他想要狙击 他现在也要狙击人民币吗 对 事实上他就用这种方式 去狙击你的一个状况 用所谓联动式 我们其实当时索罗斯 在东南亚狙击的时候 他是先狙击泰国 马来西亚 让整个系统性出现风险之后 再来狙击港币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很多外资人 他就先在这个地方狙击 还有狙击什么 狙击港币 所以现在等于是港币跟这个人民币 外国的媒体 外国的投行全部看空 他们都在狙击你这个货币 所以说现在有个货币战争 对 就是逼着你一直不断的贬值 好 那不断贬值之后 保决会怎么样的状况吗 现在中国来 显然大家不愿意去投资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进去投资的时候 我马上就亏损 所以现在很多外资为什么要跑掉 因为他看说 你人民币长期贬值之后 我真酸 所以现在 不然我拿你的人民币 越来越不值钱 对 没错 所以现在有一个什么 很好玩的 现在很多外国的国家 要跟中国说 我们来借钱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你给我美金 你先给我美金 那我未来我还你人民币 又这样发生 这等于是在吃中国豆腐 最明显的意思是巴西 然后巴西就说 我欠美国100亿 那请你给我100亿美金 那好 你给我100亿美金 我还了这个外债之后 我这个欠你的钱 我后来用人民币卖给你 用人民币还给你 那要当年人民币用什么 多少 690亿人民币 问题是现在人民币7.11亿 你可以 你应该还711亿 可他就给你 中间暗干的这么多 那就是目前为止 中国倒霉就是这样 他就跟你说 你先给我 你先给我这个 你要人民币国际化 没有问题 我可以用人民币 但是你先给我美金 但是我再给你人民币 这一来一往 二与几亿就没了 对 所以等于是 现在中国完全被人家吃豆腐 你在国 中国才说嘛 这个习近平根本搞不清楚 这些所谓的国际的 这个政治的 这个大家玩法怎么玩你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 因为美国接下来 应该会把这个所谓的 他们过去一段时间的 这个创投 去那边投资 所以从2021年到22年 来看 整个这个中国的 这个美国到中国投资的 这个创投业 是大幅下滑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整个状况来说的话 是美国真的会跟这个 中国脱钩 那因为 你要想说 中国现在没什么好投资 那怎么办 就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我们最近不是看到 日本股市创新高吗 创到32,000年的新高 就你知道 在中国本身 他们呢 他们居然很多散户 在买这个日本的ETF 买这个日金225的ETF 还有什么 亦达这个日新资产的 这个日金225的ETF 他们全部在买 因为为什么 他们也不看好 我们中国的股市 去买日本的ETF 在中国境内买日本的ETF 人家这多政治不正确 那也不止这样 他们跑去哪里 跑去香港买保险 为什么要买到香港买保险呢 保险 没有错 香港目前为止来说 它的所谓宣告利率 或者说什么 中国很多这个所谓商品 动辄利率是什么 7% 8% 问题是他们都会认为说 这个可能会倒 我倒不如去香港买 香港比较安全 所以你看现在 在很多 所以他对于中国的保险 也不信任了 对 我宁可这样 他现在很多这个中国 到这个香港 或是到这个 所以澳门去玩的人 他会怎样 他第一个时间会先跑到这个银行 或是跑到这个 这个理财单位说 我要买这个保险 我宁可相信香港的保险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中国整个 不要说呢 上面拿不出所谓经济的对策 民众现在也开始用 真正的用 run 来告诉你 中国的经济真的不太妙 好 另外一件事 中国也想打国际牌 也就是 现在美国是打台湾牌 去处理中国 那中国讲 那你现在美日联手 你来对付我 那我要换 我要打牌为中越 打什么 打琉球牌 可是人家会讲说 你打琉球牌 你就是打到了 日本最敏感的神经 日本就跟你拼到底了 保险哥 习近平出手了 因为国家版本馆 在北京的盛大的落成 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些典籍 习近平就专门挑了一本 叫做什么 叫做 使琉球路 他在前面驻足 两久 看得很清楚 使琉球路 我知道 因为他以前呢 在这个福建当书记的时候 他知道 在福州 就有个琉球墓园 因为在平代的时候 很多的当时在琉球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沖縄 冲绳 对 那么多的36姓入琉球 所有的沟通 都是到我们的福州 所以福州 跟中国大陆 在明朝的时候 就已经积极的往来 你说当时福州人 有36姓 对 跑到琉球定居 对 所以琉球人 都是中国大陆去的 那你说琉球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所以使琉球 琉球也是中国一部分 当然啊 都也是中国一部分啊 所以当这个国家版本馆 习近平就看了这个以后呢 这件事情马上央视报导 然后福州琉球馆 现在所有的大陆的网路的媒体 都在报导之后呢 还有一个影片 你告诉你 这边是台湾 再这是钓鱼岛 这是黄维宇 这是他们的用作 我们叫钓鱼台 再过去还有次维宇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 那等等 你要知道了 因为1895年 这个李鸿章 他去签了 在这个春帆楼 马关条约 那那时候是把什么 我告诉你 是把这个 第一个 朝鲜以后不用再给中国大陆进贡 从此切割另外一个国家 辽动半岛给日本 澎湖给日本 还有台湾极其岛屿给日本 那台湾极其岛屿 有没有包含这个钓鱼岛呢 他觉得应该算啊 所以呢 在十年前 其实大陆就已经有在谈这个了 马关条约以钓鱼岛问题 我们叫钓鱼台 他说如果马关条约 当时切出去给日本 后来我们收回来 当然要一起收回来啊 对不对 那刚刚又讲了 琉球 我们就不是收回来 但是琉球跟中国有渊源 对不对 琉球应该独立 琉球人跟日本没有渊源啊 所以他讲说 琉球应该独立啊 中国太无聊了 中国现在鼓励琉琉球独立 来宝杰哥他是有套路的哦 因为你要知道 这叫文攻跟武贺 在文攻部分我还没讲完 因为当习近平 看了这个使琉球录制后呢 在回爬 过去十年 其实有很多的文章啊 张海鹏所写的 还有这个叫做微信公众号 他叫牛谭琴 他说写的 琉球问题该谈谈了吧 琉球应该可以独立吧 日本不能让琉球独立吗 不是只有写文章 琉球你要知道 这个是日本的这个 就是之前的副指挥官 他叫孙建国 他到日本去参加 日本自民党的一个会议 当场他就讲 你们日本一天到晚 安倍晋三前庄已经不在了 安倍说什么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还支持台湾独立 那我就说啦 为什么琉球不能从日本独立 讲完之后 日本也忙着抗议 不会 琉球觉得不会同意 好 那我们不讲琉球 北海道可不可以同意 北海道独立 所以他就在孙建国 讲了琉球跟北海道 也能独立去刺激日本 那当然我刚刚讲 这叫文公嘛 还有武贺啊 同时你要知道 最近这几天啊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都跑到了钓鱼岛附近去 然后这么多艘 整个都包围 那你要知道 日本反包围 对 日本反包围 然后呢 大陆也跑去 然后钓鱼台 日本方面也对这个议题呢 他们也高度关注 把这个你看这个图 我们通常都是看 大陆在我们的 就所谓西台湾嘛 你看这个图 这是日本的军事家画的 他说呢 站在中国的角度 看的话就是这样 因为下面才是中国 他往上走 第一个台湾在这里 对不对 台湾在这里 然后呢 还有菲律宾 还有日本 所以呢 整个中文大陆会决定 我被人家封锁住 被包围了 然后现在美国 金融时报常常报道 美国的专业的独家讯息 他说这个MQ-9B 也就是这个Sea Guardian 海上卫士 准备要卖给台湾 那不是只有这个武器厉害 他说菲律宾也有 夏威夷会过来 美军在这边 日本也有 加上台湾有的时候 他就会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Link 16 还有Link 22 整个加起来以后 他就可以把整个 中国大陆封锁起来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要找破口了 既然被包围了 我就找一个破口 破口 就是琉球 琉球应该独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